烟花会演之前 还会有一个无人机的表演 这个无人机的环节 就会在维港夜空上面 就会砌出70、熊猫和75的童案 还是首次在国庆烟花会演 里面加入无人机 是的,其实我知道 很多人下午已经出去 霸定好位准备看烟花 除了在尖沙咀、红磡妖道 这些地方之外 还有湾仔、铜锣湾 中区和半山 其实都可以清晰看到烟花 我知道大家已经准备就绪 去找位置去看看 是的,今天除了要外面看 我刚才看新闻报告 也看到外面已经有很多观众 出了去看 对,有人说下午4点多 就已经拿了小椅子 在西九之前的草地 他们好像野餐一样 已经铺定了东西 就在等待这个烟花大会演 说实,你上年有没有出过去看呢 我多数喜欢在电视机前看 是的 因为我喜欢听配乐 是的,没错 因为有些位置未必听得那么清楚 我觉得我自己喜欢在电视 还有解释 你知道我们也会在这里解释 都会说一下这个烟花 究竟它的图案的构图是怎样的 最重要的是爆出的声音 如果你在家里看光亮灯 我觉得很棒 这个零fon在里面是很棒的 雖然没在外面看 那些鎮鎮鎮, 但也很好看 我知道今天有很多商戶 加入了做國慶的優惠 例如我今天出去吃飯的時候 看到一些快餐店排長龍 他們說可能要等45至1小時的時間 原來部分餐廳做到七折優惠 另外也有些餐廳做七、五折優惠 所以市民很高興 就留在香港消費 不僅是這個餐廳 我剛才看新聞報道 還看到在街市也有優惠 我平時這麼喜歡上街買菜的朋友 如果看到今天我有空煮飯 我應該會下去買 不僅是… 因為這是黃帝蟹 對, 黃帝蟹 最重要是這個 要說 黃帝蟹七、五至二百多元 我也沒想過 原來相互參加優惠拖數 可能是食肆或買衣服等等 想不到這次連街市也參與了七、五折優惠 所以很多市民就去買海鮮 我自己看見 所以今天也是一個普天同慶 大家很開心 希望大家都很開心 效果應該也會很好 我們也會現場作出一些評述 讓大家知道 究竟會看到什麼圖案 我自己也非常期待 因為大概也知道 有些圖案是會出現的 但真正在維港上空出現的時候 我覺得感覺很不同 對,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 後面已經播放了多少幕的煙花 其中有一幕… 其中有一幕是有些熊貓 即是說熊貓吃的東西 就是那些竹葉 因為我們知道香港 來了一對新的熊貓 還有我們也有一對新的子弟 子弟熊貓 對, 沒錯 總共有六隻熊貓 所以今晚的主題 很多都圍繞著熊貓 對, 我也知道 其實大家都等了很久 但是因為閃電的原因 就會取消無人機這個環節 當然大家還會等著看這個煙花 大家一會兒可以跟我們一起期待 究竟煙花會出現什麼圖案 我自己特別期待 就是綠色主題的綠色束葉片 究竟出來是怎樣的呢? 究竟這件事也是非常期待的 我相信今天大家都是普天同庭 因為很多人出去了 有些去買菜 有些人出去了 一早霸位 對, 霸位 還有有些人就去看電影 我知道很早就有些朋友 今天就有半價的優惠 很多市民去到現場買票 都說覺得非常開心 因為無論你看大螢幕等等 不同類型的電影都一樣有半價的優惠 即是他們給一張的價錢 可以跟小朋友一起看 他們覺得非常值得 所以也很早大家看到 我想除了餐廳之外 電影院都是人頭湧湧的 其實看到戲院這麼多人去 是感動的 也希望除了今天因為特價之外 所以入場也希望各位觀眾朋友 可以更多支持我們香港本土的電影 除了半價之外 也可以在其他日子 都可以去到支持我們香港的電影 那就最好了 對, 因為今天的優惠真是非常多 好像說了也說不完 除了我知道交通工具有些也是 部份也是免費的 有些就是巴士線某些路段 甚至乎小朋友是免費的 電車免費 對, 電車免費 如果帶著小朋友的話 小朋友又免費 我經常都是這樣 我經常會帶著小朋友去遊丁丁河 對 如果是真的免費 電車免費, 非常划算 原來後來我知道康文署預訂牆 你知道平時的牆很難預訂 原來今天也是免費的 有些市民說很開心 可以預訂到這個壁球場 免費打球 但當然他們覺得時段 可能只有半小時 如果可以一個小時免費就最好了 但當然半小時 大家可以多些人去參與這件事 多些人可以免費去預訂場 其實都非常開心 對, 其實說了這麼多話之外 都是想大家開開心心 最開心的時間已經到了 就是煙花的時間 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七十五周年主題是 盛世煙花搖中華 祝願各位市民, 按據樂業 香港繁榮穩定 對,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 是1954年成立 今年是商會七十周年的會慶 稍後大家將會看到 就是七十這個煙花的字樣 好, 我們來看看第一幕主題就是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七十五周年華丹 配樂大家已經看到了 就是群星黃河諜奏曲 中華五千年的歷史 由黃河河套引育出無數的生命 見證著一段又一段重要的歷史 這幕綻放的紅色五角星和紫色五片花 象徵著我們努力行辭賣 可否實現更多夢想 好, 大家看到這個這麼震撼的開場 就是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七十五周年的 華丹展開序幕 第一幕已經這麼震撼 果然全靠氣了 對, 剛剛我們也看到 就是紫色五片花出現在維港的上空 還有紅色五角星 possibile, 別的一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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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所願的永遠 走你所走的長路 只要的愛你 我也將見你未見的世界 是你未視的視野 漸漸的月的心中的夜 你又在我深夜 這一幕煙發佈的地方 就是它閃閃發光 有紅閃、綠閃、銀閃、金閃 還有七彩的閃光 可以看到上面真的斬著斬著 你確定看到那個閃 好像煙花放完之後 就是一片的閃閃 好,接下來我們即將會見到的 就是第三幕的煙花 好,來吧 這一幕煙花的主題就是 就是今夜星光殘暗 配樂就是The Best Nissen Dormer 這一幕大家聽到的音樂 配樂上已經有很明顯的變化 而且這一幕的寓意 其實因為香港是文明的國際都市 香港人日間努力工作 晚上就盡情享受生活 所以夜生活是非常豐盡和精彩的意思 所以這一幕的煙花 都是以大感冠、大麗花、七彩便球為主 希望營造出五光十色的煙花 竟蒸著繽紛五光十色的夜生活 還可以留意一會兒 這一幕最後的22秒 更加以燦爛煙花作結 信念已犯得少少少ulo 你提供的療法 我 我要說這件事是因為炙 cray的 我是 Touri N Himladi 你試探讓武器 我нд偵無語使者 我剛剛看到這件事 这么大的粉红色 不知道是否就是刚才提到的大荔花 荔花兵色罗 变得热 大家看 最 poster的ہ 非常精彩 對, 配合藍高音的歌聲 一步澎湃地上去 好, 接下來就是第四幕的煙花 我相信待會大家聽到配樂的時候 都會覺得有耳熟能詳的感覺 究竟是一首什麼歌 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得出嗎 我聽到前奏就已經認得出是什麼歌曲 第四幕的煙花主題就是 《獅子山下七十載》 配樂就是羅文老師的《獅子山下》 這首歌已經開始知道了 我們香港有一個小村以不撓的 《獅子山下》的精神 不想到今天 香港人而經歷不屈的精神 當然是名而恢復 這首音樂也佈奮了我們走過七十年代 到現在仍然如此深入民心 聚完大家繼續以堅毅的精神 衝破 大家在這一幕煙花中 應該會看到紫南紫母彈 拉手煙花和鐵樹煙花 其實就是比喻著 我們以堅毅的精神 維手邁向下一個旅程碑 我們以堅毅的 我們以堅毅努力寫下那筆努香港名句 Juan 我真的聽過這首歌 我真的會覺得很感動 你 прямо呢 就來我 但是到時候 我一聲成功 做了一些歌曲 是我們非常熟悉的音樂 究竟配樂是什麼呢? 我想大家已經聽到了 沒錯, 第五望煙花的主題 就是繼續名秀 配樂就是他冠傑的繼續名秀 對, 我想大家現在已經看到 就是圍港上風出現了一個 哈哈笑容, 可以看到 比喻著, 只要有樂 任何困難都可以輕鬆笑著面對 這一幕, 大家除了看到笑面之外 也會看到笑顏著紅心 和七彩環帶紅心的圖案 我會看到笑容, Widow 在這裡, 也不會拍照 如果有極端的圖案 有空氣, 還會露出 很激烈的圖案 對, 這樣會很激烈的圖案 我會看到這位少年 我會看到這位少年 看到這位少年 真的可以溫暖人心 這麼邁近幾次的歌 在這裡祝願大家一人笑 再開氣, 繼續微笑 除了看到這個黑黑笑的圖案 也看到深深的圖案 代表深深相印, 大家一生意見 真的看到燒店的時候 整個人都立刻放鬆, 開心很多 好, 接下來的就是第六幕 對了, 去到第六幕 剛才我提到的也是非常期待的 聽到背景音樂 不知道大家猜不猜到 這一幕究竟主題是甚麼呢 主題是關於甚麼呢 沒錯, 就是關於六隻熊貓 第六幕的櫻花主題就是 喜營國寶熊貓 是熊貓 對了, 也會看到一些綠色矛丹的圖案 那這一幕呢, 還有熊貓最喜歡的綠色竹葉 還有一些綠波和綠人星的櫻花 不知道大家看得到綠色竹葉在哪兒呢 對, 我們在這裡看 因為剛才也說過 這一幕其實是綠色的圖案 大家會看到很多綠色的櫻花 對, 也會表達著我們 歡迎同胞來香港 非常開心 的, 也會看到這些綠色的圖案 也會掌上他們最喜歡吃的竹葉 因為大家都知道 他們是有紀錄以來最能養而成功 初次產生的大狗貓 所有人都追蹤著看牠們的狗狗 現在是變成怎樣的, 很可愛 好, 來到尾二一幕, 即是第七幕 是, 究竟第七幕是甚麼主題 我們來看看, 猜一下這個 現在聽首歌就好像很難猜 是的 但這個歌名其實也跟這一幕主題有關 大家現在看到了 這一幕主題是吉祥三寶 而歌名也是吉祥三寶 其實這一幕是向少數民族致敬的 當中各式的環形煙花 包括布泰大環形、錦冠環、雙環等的煙花 都是代表著各大民族環環相扣 然後大家有機會看到這些環形煙花 在維港上空出現 但是願意了 有機會看到這些禮賠 可能在這個腰簍 有機會看到這些禮賠 有機會有機會 有機會ıyorlar 還有那些禮賠 他們是否有機會 地乎 好, 接著來到最後一幕 對了, 阿俊的第八幕 煙花主題就是… 是什麼呢?究竟大家看不出來 不過我剛剛看見一開場的時候 煙花已經很漂亮了 好, 主題就是大好河山 配合是中國群星合唱的大中國 最後一幕當然是大河山 這次各種煙花都會在這幕爭辯 到來維港上邊的展望 開頭短短十多年 已經看到那種震撼了 待會大家會看到 包括有中國窮和象徵著特區區花 高貴的紫色, 左右展望 大家會看到一邊紅一邊紫 也就是大紅大紫的意思 這個煙花鎮還會一波一波 逐漸加載 大紅大紫色也會不斷展望 而重點就是去到壓足最精彩的 三十三米 會以高密度的大掃音和華麗感冠 待會兒廉那個永遠多 待會我會提醒大家 那個永遠都會發誓 待會我會提醒大家 服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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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大中国呀 好大的一个家 金颇那个多少 那个风吹和雨打 我们的大中国呀 好大的一个家 永远那个永远 那个我要伴随他 中国祝福你 你永远在我心里 中国祝福你 你永远在我心里 好, 现在去到亚族最精彩的三十三秒了 中国祝福你 不用千年和万语 好 最后的结尾真的非常精彩 所以我都很明白 为什么大家要去霸定位去现场看 一定是非常震撼吧 是的, 刚刚这么多幕里 其实我自己有一幕就最喜欢 就是那个笑脸 就是看到那个笑脸吗 就是会立刻整个人开心 真的, 整个人有种轻松的感觉 是的 但当然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狮子山下》 那一幕 因为其实这首歌对我们来说 实在太熟悉了 所以其实它起前奏的时候 我真的有些无管动 很感动的感觉 配乐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听王菲的《余缘一亢歌》 就是听到王菲的歌声 因为属于我们年代的声音 对 一听到, 感动已经在了 是, 当然了 刚才你提到的笑脸也是非常精彩 那我自己觉得绿色主题那个 就是我这样 就是如果熊猫见到 都会很开心 都会想吃 是的, 很多粥叶 非常开心 那当然了 今晚的国庆 75周年烟花大会演 就完满结束了 希望我们下年再见 拜拜